作为完美世界中最惨的一位女主 不仅自己因为寿命不足去世 连唯一的儿子也都献祭了 那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就是帝后芸汐 都说独断万古的荒天帝 为父最周火灵儿 但10号最对不起的人 其实是芸汐 当初在白段上的第一次相遇 凶孩子10号便抢走了芸汐的耳醉 让她往往没想到的是 这耳醉居然是天人族女子的定情信物 两人的缘分也是就此开始 在10号复回来到上街后 也和芸汐再次相遇 在芸汐融合了天命石后 被中天神追杀之时 10号还舍命相陪 一路护送芸汐数十万里 结果因为天人族 贪婪她手中的宝树 因此她也和天人族彻底闹翻 还故意疏远了芸汐 在10号中了折仙咒 沦为一介废人后 芸汐不顾主人的阻挠 执意陪10号回到石村中 之后两人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好 还剩下了一个儿子小石头 在10号修炼了800年间 芸汐没有一句怨言 尽心尽力的帮她照顾父母 结果她却因为寿命不足 不得不被10号封印在了石村中 而她唯一的愿望 就是希望10号照顾好儿子小石头 然而悲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在10号大战三大准先帝时 小石头为了不让她血脉孤节 和芸汐一起献祭给她 那么小伙伴们 芸汐和火灵儿 你觉得10号最对不起的究竟是谁呢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